大家好 今天不談車 但是是和車很有關的一個東西 分享一個GoPro原廠出的一款外掛鏡頭 Max Lens Mode 對我來說我覺得裝上這個才是GoPro9的終極型態 但稍有缺陷 晚一點再來說為什麼 首先先來看一下外觀 從盒子拿出來的時候 它前後都有用橡膠套保護著 因為是廣角鏡 光學鏡頭的前緣會突出去本體外面 它也沒有保護鏡可以裝 要自己多加注意保護 我自己的GoPro Max 360相機因為鏡頭也是突出的 但它有一個透明的保護蓋 不過半圓形的鏡頭保護蓋已經傷痕累累 還好只是保護蓋 拍攝時拆掉是沒有影響的 我們看一下它的表面 鏡片本身是有鍍膜的 可以有效減少炫光和耀光的產生 畢竟一顆外掛鏡頭已經賣到3000塊 我覺得這是應該要有基本品質 背面的話是有和GoPro9本體相結合的凹槽 基本上是防呆設計 放進去轉90度就可以了 製造產地是中國 看起來做工還不錯的 畢竟一個賣3000塊 它的外包裝上面寫到 其實這個東西裝上去之後 還是會有防水功能的 而且還可以到水下5米 不過原廠不建議這麼做 說是會影像失真 等我下次去玩水的時候 再來詳細的試試看 這顆外掛鏡頭的厚度 其實是很有存在感的 跟原廠的保護鏡比較一下 撞上去個頭大的一號 是說看起來也比較有氣勢 感覺比較像運動相機 比較像一台小相機 因為它的鏡頭表面是突出的 裝上去GoPro9之後 要是沒在拍攝的時候 真的建議要把膠套裝上去 免得不小心就回了 接下來我們來測一下重量 首先是上一代的機種 GoPro8 它重量是127.35克 那現在是GoPro9 原始重量是162.60 和GoPro8插了35.25克 增加了大概27%的重量 然後是GoPro9加上 Max Lens Mode模組的重量 大概是184.6 但是單純秤這個重量不太有意義 要加上我平常會使用的器材一起量 我平常最喜歡用的就是背包夾 不管是側背包或是一般背包都可以用 含配件以及保護膠套一起做上去 測量的重量是259.81克 好 簡單的外觀介紹完畢 我們先來看看三段影片 先不管顏色表現的部分 因為我不是都當天拍的 第一個是原廠鏡頭 設定畫質在4K 每秒60幀 鏡頭的設定是廣 然後防震的設定是超高 第二部分是原廠鏡頭 設定在4K 每秒30幀 鏡頭設定在 Super View 一樣防震設定為超高 再來第三段影片是換掉原廠鏡頭 裝上了Max Lens Mode的模組 設定在2.7K每秒60幀 鏡頭設定為Max Super View 我們先來談一下基本設定 GoPro 9的鏡頭廣角設定有幾種 那我畫個示意圖 從最窄的到最廣的分別為 窄角 線性加地平線水平 線性 廣角 Super View 以等效焦距來說 是27mm 19-34mm 19-39mm 16-34mm 16mm 因為GoPro有很強的防抖算法的關係 所以有些焦段會被裁切用來保證畫面的穩定 而GoPro 9裝上Max Lens Mode之後的鏡頭廣角設定只有兩種 一個是廣角16mm 再來是Max Super View 有14mm 這三段影片我們可以看到使用背包夾固定在差不多的位置上 我原本的後視鏡在鏡頭設定為廣角的時候 剛好兩邊都被裁切掉 在被設定為Super View的時候 兩邊的後視鏡剛好擠進來 然後再換上Max Lens Mode的外掛模組的時候 兩邊的後視鏡都可以完整的出現在畫面裡面了 進一步分析 前兩段影片我可能把GoPro 9使用背包夾夾在胸口的時候 可能稍微夾歪了一點點 可以看到水平線的左邊比較高 雖然事實上D4也是左邊比較高一點點 因為GoPro 9在鏡頭設定為廣角的時候 是不能設定水平線開啟的 原廠的只有在鏡頭設定為線性的時候 才能設定水平線開啟 所以我的前兩段影片 鏡頭分別設定為Super View和廣角的時候 地平線是歪斜的 而裝上Max Lens Mode之後 就可以實現Max Super View加地平線鎖定的功能 我們看到地平線比較水平 而電線感也變得比較壁直 這個功能只有在裝著這個外掛鏡頭之後才能實現 而且穩定功能是預設Max HyperSmooth開啟的選項 它只有開啟跟關閉兩個選項 不像一般模式在HyperSmooth 3.0下可以選擇 關閉、開啟、高以及超高四種模式 這等於裝上了Max Lens Mode之後會有幾個特殊選項 第一、Max Super View 第二、Max HyperSmooth 第三、在Max Super View的前提下 開啟地平線鎖定的模式 而鏡頭廣角的選擇會有兩種 一種是Max Super View 等效為14mm 另一種是廣角16mm 也就是原裝GoPro9在一般無外掛鏡頭下的Super View 就能達到的16mm 只是說原廠在這16mm的角度下是不能開啟地平線水平鎖定的模式 我覺得一般模式下原本的GoPro9的防震模式其實已經很好用了 不管在哪一個鏡頭設定下都可以有很有效的減震 如果非要地平線的水平鎖定也能接受比較窄的視角 其實不要太極端 例如傾斜超過30度以上通常也能鎖定水平 不過我個人覺得 會買運動相機來拍攝的大概都會是希望能夠拍到更廣一點的畫面 並且有著強大的防抖能力 如果可以加上鎖定地平線水平 讓畫面更平穩 會更好 而GoPro9在裝上Max Lens Mode之後 幾乎是滿足了我這個所想要的設定 但是 凡事都有個但是 因為它畫質最高只能開2.7K 在感光元件面積縮小 又因為超廣的鏡頭角度篩入更廣更多的訊息量 所以每個畫素需要處理的畫面更多 會導致畫質的下降 和它原本的4K廣角的畫質差異超大 大到明顯可見的地步 如果想要使用這個功能的朋友 需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要在畫質和畫面的取捨中間 好好的拿捏一番 並且如果在原廠使用4K30幀下 鏡頭的角度還可以開到16mm Superview這個選項 這和裝上了Max Lens Mode最廣的14mm 廣角只差了2mm 如果不在乎幀數的朋友 就幾乎可以使用4K30 Superview來取代Max Lens Mode 而且如果加上減光鏡 就可以拍出動態模糊強烈的漂亮影片 但對我來說 水平線鎖定功能 對於我拍車輛其實是很有用的 可以在蜿蜒的山路上 或是做大傾角的時候保持畫面水平 雖然現在不會這樣做 或者是在滑雪這種大量動作變化 或者應該說GoPro原始設定的用途 就是設計給極限運動的紀錄器 裝上了Max Lens Mode之後的GoPro9 可以說是完全體 就是畫質可惜的點 不過上傳YouTube畫質壓縮 會比GoPro的破壞更嚴重 所以我之後大概還是會選擇 使用Max Lens Mode來拍片子 畢竟廣一點 廣一點可以讓我自己的車子路徑的比例多一點 不然就是專門拍風景給大家看了 接下來是測試其他模式的影片 原廠在裝的廣角鏡模組 使用2.7K就可以開啟鎖定地平線水平 可以在360度旋轉下都保持著水平的功能 那如果把它拆下來 裝原廠保護鏡的時候 使用4K30幀開啟地平線水平的時候 可以360度保持水平嗎 看起來答案是不可以 那換使用2.7K的時候來挑戰看看 那答案一樣是不可以鎖定360度水平 那我們來試試看SuperView功能 除了在4K30幀以外 能不能使用4K60幀 答案也是不行 會自動跳回廣角模式 而不是SuperView 你把它調回SuperView之後 又會自動跳到4K30幀 那再極端一點 既然GoPro9有5K模式 那我們來試試看在5K模式下 地平線水平鎖定的了嗎 很明顯的 一樣是不可以 好 總結一下我對這個Max Lens Mode的看法 我自己的看法是我會必裝 拍攝更廣的畫面光這一點就非常吸引我了 再加上無敵的地平線360度水平鎖定功能 這兩個的好處大過畫質損耗的壞處 還有每秒60幀可以讓細節更清楚 另外還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彌補損失的畫質 可以在設定裡面將位元速率調整為高 以獲得較佳的畫質 以及將色彩調整 從GoPro調整為平彈 以獲得更大的後置範圍 以上是我對Max Lens Mode的看法 下次見 掰掰